我們等於說壓臭寶 任臭乾爹 然後現在錢民陪著蔡英文一起倒楣 所以我們現在面臨的就是一個 一個重新的一個情況 半數以上的財商都是台獨 那他們在那邊賺錢 然後跟中國大陸那邊那些官員 或帝王政府在那邊周閒 那其實你就是要賺人家的錢 那在台灣每個都好勇敢 就跟民進黨那些垃圾的政治人物一樣 民進黨那些垃圾政治人物 有多少人去那邊接受人家款貸 你以為人家不知道嗎 人家款貸你不要報帳嗎 不要留一些資料表示說我是款貸你 我這個錢我花了 是請了民進黨哪個人 而不是我自己的帳母娘 對不對 他要有些政績啊 所以這東西留在人家那裡 那我講喔 你有時候看 我們這種敲鑼打鼓的 你現在最糟糕最嚴重的事情是怎麼樣 每個人前台灣人都知道 蔡英文跟他的支持者前幾 美國前幾時候是死爆川普大腿的 現在川普露險了 而且很明白的露險 而且全世界的人都鄙視川普 就你一個正常人 你會覺得這種人 就是垃圾人不堪嘛 他雖然是美國總統 可是他就是一個垃圾 下山岸 他就是不要臉 你所有認為一個人的不要臉的行徑 他通通做得出來 對不對 大家看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那這樣人 這樣人 你敢譴責他嗎 不敢 蔡英文你不是很有道德勇氣嗎 退伍會副主委李文中 你不是罵馬航九 馬航九已經卸任了 你不是罵馬航九 你都不敢罵習近平 馬航九你都不敢罵習近平 馬航九現在是老百姓 蔡英文敢不敢罵習近平 蔡英文也不敢 你什麼時候聽過蔡英文罵習近平 你聽到民進黨一堆人在罵習近平 蔡英文呢 蔡英文前面很想講 我們願意坐下來談 沒有任何前提 對不對 他從來講這個 他敢嗆習近平嗎 不敢 蔡英文也不敢 各位認為說 民進黨不是天天在嗆 沒錯 民進黨那些卡小 那些小悲傷 每天都在嗆 因為在這裡嗆很安全 對不對 你很安全 你很安全 你沒事啊 你就哇 好像自己都愛台灣 那這些垃圾呢 這些垃圾到大陸低伸下去 我老實講 我也看多了 我在大陸也碰過民進黨的人 跟人家在應酬啦 當然被人家款待 我也碰過啦 他們看到我臉色都大變 我只是懶得講 我只是懶得講 我不騙你 看到我臉色大變 共產黨的官員在接待你 被小董看到了 但是喔 我老實講 你有時候看這些人 你就是鄙視 那今天對台灣最現實的問題 你現在死報美國大臣 押臭寶 你在押臭寶 結果川普露險 你說拜登 會不會報復我 大家怕 也不用理他 拜登可能也沒什麼時間去包覆 台灣 我們這個蔡英文政府 他可能也沒什麼時間啦 因為美國現在疫情嚴重到我 像小董我剛剛講的 他已經 確診已經快邁向2100 2100 2100萬 死亡 36萬 那現在拜登還沒上任 現在還川普在亂搞 那現在沒辦法收拾 為什麼沒辦法收拾 因為川普 川普 我們不要戴口罩 我們不要戴 他就是這種概念 川普說這種病 沒什麼了不起 在身體上注射 消毒水就好啦 各位這川普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 我們現在 我們等於說押臭寶 認臭乾爹 然後現在全民陪著蔡英文一起倒霉 所以我們現在面臨了 就是一個 一個重新的一個情況 我們本來說 我們押對保的話 我們就跟著乾爹吃香喝辣嘛 那現在押錯了 押錯你怎麼辦 你乾爹還沒卸任喔 川普還沒卸任喔 川普對台灣做什麼事 大家看 輪胎 輪胎他課了請銷稅 這是昨天的新聞啊 而且已經確定了 把你課稅 課稅就是你請銷 請銷什麼意思 但是 你賣到美國的輪胎 比你們在台灣賣的還便宜 這請銷稅一種方式 那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說 你的 你們這家企業 有接受政府的補貼 現在川普 把歐洲 很多東西也課請銷稅喔 他說因為 有些企業是有接受政府補貼 政鑫跟那個蘭港 他在 在我們的股票 都是很GEO的咧 那他是一個 都是很 很健全很好的公司 現在怎麼辦 蔡政府能夠幫他嗎 我們經濟不說 哇我們會協助他 你協助過什麼啊 我們的廠商被美國包覆 我們政府協助過什麼 沒有 我們政府不要漏井下石就好了 對不對 美國指控我們什麼 我們只能接受 不管他講的有沒有道理 有沒有政績 因為美國結果打不過你 我就會這一套啊 美國打不過華為 所以就開始指控華為啊 那現在台灣只是 台灣只是輪到你啦 美國本來就是一個 下山爛的國家 他就在指控你啊 他打不過華為啊 華為的5G比他先進啊 他就會 他會 確聽 那你美國的科技全世界第一 對不對 你說他會確聽 可以啊 我給你跟 我給你 我小董 我買一支華為的手機 你說哪一種會確聽 我買給你 然後你當著全世界的面 我們現在大家都會做現場 就好像現在小董 小董節目也是現場 現場的影像都在啊 你說他會確聽 好我買一支手機給你 你當場拆開給我 告訴我哪一個零件是在確聽的 當場確聽給我看 確聽給我看啊 你指控是不需要任何證據的 美國為什麼我每天罵他是一群下山爛 一群垃圾 美國就是我講你有你就有 我不需要政績 美國就是這樣啊 我可以打你巴掌你不能回首 你回首我 我視為你是挑釁喔 各位你周遭有這樣的朋友嗎 可是對美國沒有人敢講啊 對不對 李文聰每天在嗆馬航九 馬航九你都不敢講習近平 馬航九是卸任總統啊 蔡英文不敢嗆習近平也不敢嗆美國啊 你碰到美國只有跪下去 趴在地上幫他綁鞋帶啊 台灣現在是有一群垃圾在執政你知道嗎 我們每天在講狗格 想台灣主體性 台灣要有尊嚴 台灣有什麼尊嚴 我請教一下 你有什麼尊嚴呢 那美國很強 所以我要跪著 跪著跟他講話 跪著趴在地上 是不是 你現在碰到就這樣啊 他現在這樣對一郎全世界也沒有人敢講話 李文聰你在哪裡 你為什麼不去譴責現任的總統蔡英文 你應該有道德勇氣 有國家尊嚴 有台灣主體性的指責美國 川普你這個 李文聰用的字眼是混球啦 他罵馬航九啦 羅志強啦 罵一群人都是混球 什麼樣的 哇講得很好聽 混球的字眼我平常不太會用 我引述他 當然他是一個粗比的話 但不是帳話 那我講喔 我小董在前面不會講帳話 他粗比的話 引用別人的我 不會用 但我告訴你 那請問一下 你每天去要求一個在野的國民黨 馬上就 你必須去指責 你不指責你就怎麼樣怎麼樣 各位好好笑喔 李文聰你過去去中國大陸做哪些事啊 講來聽嘛 除了騎騎馬之外還幹嘛 講來聽啊 我講喔 台灣喔 你有時候看得很好笑 你看很多人講自己都愛台灣 對不對 我們常常會有一些主題啊 譬如太陽花事件的主題是什麼 是反黑箱 太陽花事件我反黑箱 我們不反 我們不反經貿 我們反黑箱 他們開始一直反經貿 後來人家跟他講這經貿的好處在哪裡 中國大陸 我們獲得他好處百分之八十幾 他獲我們的好處只有十幾 你要不要換 他的市場那麼大 我們的市場那麼小 這些人就講 我們不反 我們不反胡茂 我們是反黑箱 好 什麼叫反黑箱 就是說你正午 你一談判我們既然不知道 那是你懶鬥啊 我們 談判整個過程 我們有公開啊 今天教授上課你不來上課 然後教授出題以後你說我都不會 教授你都不講 教授說我有講我課堂都講 還跟你們花重點 你不來啊 你不來你沒辦法 我只要我不知道了我就叫黑箱 立法院 立法院開過二十場的公聽會 為了胡茂 這些講反黑箱沒有一個人來啊 畜生喔 就是這樣啊 這二十場公聽會我都可以告訴你 有八場是張慶忠開的 有四場是江啟臣開的 他們那時候當召集人 還有八場呢 是民進黨的立委段儀康開的 我都可以告訴你二十場 就這樣開 我們還有一百多場 的說明會 在地方的廟口四場 這些緩胡茂的人沒有一個人來聽啊 他說我們不知道我們是黑箱 我告訴你怎麼叫黑箱 萊豬 蔡英文這個政策怎麼形成的 是不是黑箱 是 那些太陽花那些垃圾小畜生 不要臉的結醒青年 他們在哪裡 畜生就是畜生沒有話講啊 對不對 小畜生也沒話講 他們就 我們是大學生 我們什麼 我們為了太陽花 我們緩胡茂 緩 不要再緩了啦 你們就是一群畜生 不要臉 下三難 是啊 就是一群下三難啊 你們緩黑箱的人緩去哪裡啊 哦 原來我們只反國民黨啊 對不對 只要國民黨我們就反對 因為你們就是民進黨養的狗嘛 原來是一群民進黨養的狗 講話那麼大聲 那現在民進黨執政了 狗不見了 因為大家去搶骨頭了 大家去分好處了 對不對 就這樣啊 分好處了 那走狗就是有好處分啊 我今天看到去整個台灣的情況就是這樣 只要國民黨執政 哦 這批說 這批人就出現了 台灣有多少社運團體就出來 哎呀 這樹不能砍 哦 樹是人類的命脈怎麼樣怎麼樣 那時候是郝龍斌當台北市長 然後忌憚 哦 忌憚旁邊的樹不能砍 哎 讓個怎麼樣怎麼樣 哎 柯文哲當顯 樹砍光啊 這些複樹團體在哪裡啊 在哪裡啊 各位 樹砍光啊 已經都移走了 完全照郝龍斌時代的方式移走了 什麼時候移走你知道嗎 你們不知道齁 沒關係我告訴你 那天移走那天是3月12號去年 移走那天啊 前年啊 應該已經前年了 因為現在已經剛好過完年了 公務局 就跟那些複樹團體 因為他們平常在那邊衝突啊 怎麼樣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明天把樹移走啦 你們可以派人來抗議啊 抗議有畫面 表示你們很努力啊 結果移走當天 只有一個人來 團體只有一個人來 也沒抗議 就在旁邊看而已 我跟公務局說 為什麼沒人來 有啊 我們一直通知他 免得他說我們託襲啊 結果沒有人來 為什麼 可以猜啦 因為不是郝龍斌執政了嘛 既楊志良書長之後 在我節目第二位淚灑的來賓 謝謝 但這是感動的眼淚 千秋萬事敬覆笑談中 我們蔡英文總統的姐夫高升啊 可以特任到司法院去啊 當大官啊 那川普的兒女們 可以到總統府去當了很多的 不同的行程式 特別的工作 都是都有國家的薪水養著 但是在馬英九當總統 其實很特別 他是一人失業 一人就業 全家失業 連姐姐老婆啊 什麼等等 就是避免被放大鏡檢視 全部都失業了 那有失業幾年了 他的大舊子 失業幾年了 他當了幾年總統 就失業多少年 加上他現在退休了嘛 這個其實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所以我們就不多談這個事情 對 但是就是我也寄予同情啊 就是說 這真的是 每一種從政風格 大家不同的樣貌 那選民選擇哪一種 那乾乾淨淨的 那但是 有時候 大家不見得看得到這種乾淨 那時間總是可以檢驗到 最終 你歷史蓋端定的時候 就會知道哪些人 是拿著人民的納稅錢 去做自己圖利的事情 我只代表我自己的看法啊 第一個呢 成全呢 因久這個為民服務的心願 我們全家都很高興 全家也都以他回容 啊 雖然說這個 他也講了 這個 不過正呢 不足以矫枉 所以說我們大家都離職了 那現在回頭看呢 其實也不是壞事喔 那我常常講 在我這個書裡面開頭 我也講了啊 這個上帝呢 關了一扇門呢 必定為你開另外一扇窗 所以我就去做這些公益活動啊 就得到很多的回饋 很多人的這個 稱讚 應該這樣講 有沒有抱怨過 委屈過那個心情 覺得好委屈 為什麼我這麼優秀 現在卻要這樣子 那到 剛開始的時候不太能接受啊 我記得那天 第一天不去上班的時候 我在家裡就不知道應該幹什麼 啊 那我母親呢 當時也講說 哎呀怎麼會這樣呢 其實我跟他講 我說我們大家忙了這麼多 不就是為了成全他嗎 是不是 天啊 那既然要成全他 我們就成全到底嘛 是這樣喔 那 而且呢 我們的這個 我跟我弟弟呢 也是有革命感情的喔 他小學我初中 我們兩個人手牽手 走了六年 從我們廣州街的老家 走到 他是女師傅小 我是北一女 所以每天早上 我都是送他到學校 有一天我妹妹就跟我說 因為我妹妹那個時候 坐公共汽車啊 她初中是在那個 北二女 所以她坐公共汽車 比較遠嘛 她在車上就看到我一路走 一路在罵我弟弟 哈哈哈哈 像媽媽一樣 在管教弟弟 我說有嗎 我說我也不記得 你罵什麼呢 對 可能是罵她 你不穿好書沒多少成績話 走太慢啊 或是什麼 我妹妹那天講 我們大家都笑起來 被你一度拉拔打的是 所以說我們是有革命感情的喔 所以呢 我們全家父母親也好 我回了妹妹 不敢當不敢當 那我們大家都是非常支持她 那她也能夠 怎麼講 達到我們大家希望她達到的一個目標 所以你們只好委屈求全 也不能這樣講啦 人家都快要掉下來 其實也不是很委屈啦 其實這麼多年來 雖然說被了一些奇怪的媒體 胡說八道的 但是呢 也得到很多正面的鼓勵 正面的這個稱讚 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情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呢 像我祖父就講嘛 黃金非寶書為寶 萬事皆空善不空 加訓 這是我們的祖訓啊 所以我弟弟也把這個對聯 是寫在她的辦公室啊 以前在市政府 後來在總統府 現在在她的馬英九辦公室 是 因為這兩句話 我祖父讀書不多 他是完全一個人生的經驗 來教育他的這個後代 所以我父親也好 我們全家兄弟姐妹也好 都是希望能夠為善 這樣的話 自己也快樂嘛 是 像我去看那些小朋友 像有一次在動物園 我陪他們去走動物園 剛開始的時候啊 每一個T次來 我都陪他們去走動物園 後來當時那個園長啊 姓徐 徐園長就講 大姐你別來了 那猴子說 怎麼這個人又來了 那時候我們都是去看貓熊 當時我這個 袁寶都已經出來了呢 沒有沒有沒有 還早 現在是孫子吧 還是兒子 我忘記了 團團圓圓的兒子 我的女兒 袁寶是男的女的 不知道 不曉得 Anyway 這可愛的不得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那時候有個小女孩啊 就一直牽到我 是 都不放啊 怎麼走都不放 因為他們都有大哥哥 大姐姐來帶嘛 像金美女中啊 建中啊 金欧女中啊 還有強述中學 還有那個太北中學 他們都願意來幫忙 後來老師就跟我說 他從小就沒有媽媽 哎呀 講得我都快哭了 他就一直拉著我呢 都不放 大概兩個小時啊 所以說 很多的這些 也是一輩子當媽了 從小管弟弟長大 做公益 都是一輩子的媽 這是很多的回饋 所以我應該講說 這人生 到現在啊 我也過了四分之三個世紀了啊 所以 應該也是很滿足了 做了非常多有意義的事情 對對對 兒女都很好啊 我們家小孩 你看我們五字妹啊 大家都很健康快樂啊 而且很和樂 這是最重要的 對對對 我們最後幾分鐘了 我們大家聊的 欲罢不能 但是要請大家 0225015515 打電話進來 也要擦眼淚了嗎 不好意思 這個楊志良書上之後 在我節目第二位 淚灑的來賓 謝謝 但這是感動的眼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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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